我们现在要来讲6.3的最后一部分了 6.3.2准地转位窝方程 准地转位窝方程可以从重力位趋势方程来推导 那我们先从C这一项开始做 C这一项我们把中括号里面这个部分对P做微分 那VG地转峰还有厚度的轨点都要分别微分 那所以我们可以先对厚度做微分 所以把这个VG拿到外面来 那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对厚度做偏微分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对这个地转峰做偏微分 那第二项这里呢我们可以应用热力峰关系 现在VG随着P的变化这个就是热力峰的定义 所以如果你忘记的话你要回去复习上学期的部分 那右边等号右边这里是厚度 厚度的T度 那这个厚度其实就是跟等温线是一致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等温线 那这个是T度 所以是温度T度 那前面这个K hat是垂直方向的单位向量 这个垂直方向单位向量跟温度T度 跨时起来之后会等于热力峰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厚度的轨点就是温度的T度 会跟热力峰是垂直的这两部分 就是前面有一个K hat跨时起来 踩相等的话就表示这两个部分是垂直的两个向量 那所以你看C的第二项这边 红色这部分是热力峰 然后最后面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温度的T度 它们两个有垂直 所以DUT起来之后内积起来之后它会是0 所以第二项其实就不见了 那我们C就简化成是前面这个部分 再来我们把重力位趋势方程的B和C 这两个我们就把它加起来 B和C加起来 那B在这边 C就是前一页倒的这个部分 我把它放在这里 那我把其中一个F0提到最外面来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 就是它跟前面B这一项的最前面这里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都有一个F0乘以VG 然后DUT一个规点 这也是F0乘以VG DUT一个规点 然后剩下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合并起来 放在下面这一排的中括号里面 最前面这里是相对温度 然后这里是行性温度 然后最后这一项就是厚度 所以高度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就把中括号里面这个部分 整个东西把它定义成是准地转位温 然后我用Q来表示 所以这边刚刚有讲过 相对温度像行性温度像 然后最后这一项我们刚刚说是厚度随着高度的变化 那在这边的话 它的物理意义就表示是 你的空气柱垂直拉伸的时候产生的温度 那英文会叫stretching vorticity 中文是翻成拉伸温度 上面这个A这一项 我们也可以利用准地转位温的定义把它改写一下 那你可以自己试着写看看 最后你A项改写完之后 它应该会变成是F0乘上Q对时间的偏微分 那所以我们的重力位趋势方程就会变成是Q的偏微分 我们Q对T的偏微分前面有一个F0 等于负的F0 然后乘以VG DOT规点Q 所以就是下面这一个 Q对时间偏微分 然后等号的右边是平流向 然后那个F0因为两边都有 所以我们把它消掉了 我们可以再把平流向移到等号左边 那等号右边就剩下0 那这个你看到前面这是Local的Tendency 中间这个是平流向 对不对 所以它整个就可以写成是Q准地转位温的全微分的形式 然后这个东西等于0 意思就是说准地转位温 它不会随着时间改变 那这个很简短的干净的公式 我们就叫它准地转位温方程 然后一样就是在觉得情况下 我们这个是在觉得情况下倒出来的 所以觉得情况下 准地转位温不随时间改变 它会是保守的 DQDT会是0 它的物理意义就是我们的总和 位温的总和不会变 但是温度可以在不同形式之间转换 所以它可以是相对温度 可以是行星温度或是这个拉伸温度 可以在三个形式之间转换 但是总和是不会改变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准地转位温度方程 和准地转位温方程之间有什么关系 那之前我们讲准地转位温度方程的时候 它最后这边有一个垂直拉伸项 如果说我们有非绝热加热的话 譬如说低层有温度平流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垂直拉伸项 去改变前面这个中立位 或是改变它的温度的大小 那当然你也可以不要有温度平流 但它是绝热的情况下 那绝热的情况下就是你可以透过 温度的平流 那去引发垂直方向上的气柱的拉伸 那如果是准地转位温方程的话 它讲的是说 因为这个Q不随时间改变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绝对温度有改变的话 你就会有相对应的变化产生在 这个拉伸温度项这边 那这个拉伸温度项其实就相当于是准地转 温度方程里面的垂直拉伸项 所以这两个式子在绝对的情况下 它们是一样的 这个垂直拉伸项你不一定要透过 热力作用产生改变 你也可以透过温度的平流 然后去引起垂直方向上的拉伸 那这边我们介绍的是准地转位温的Q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第四章 那里有讲了一个Earthal Potential Vorticity 它们一样都是在绝对的时候会保守 那它们的差别就是 如果是Earthal Potential Vorticity的话 它只强调气流是沿着等位温面流动的 那准地转位温的话 这个气流会是地转风 然后它会沿着等压面流动 你只要知道重力位的分布 空间方向上的分布 你就可以很快的计算出准地转位温的大小 那我们现在来看准地转位温 在天气预报上面的应用 就是从它的定义可以看到说 准地转位温跟 9Potential的Lapsation是成正比的 这边是空间上面的拉选 然后这边是垂直方向上的也是二次尾分 在这个示意图里面 这个红色的线就是9Potential 那一样就是9Potential尾分两次之后 如果它是凸起来的方选的话 它尾分两次之后会是小于0 凹下去它这边就是正的 那这边是小于0 从上面的式子就可以知道说 那Q也会是小于0 然后这个凹下去的这边呢 Q就会大于0 那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说我们在某个地方 这个Q是随时间增加 某位温如果随时间增加的话 你会越来越大 所以它就会伴随着低压槽的加深 那如果Q随着时间减小 越来越小它可能会小于0 小于0的时候它就会伴随着高压级的建立 那这种局部地区Q的变化 就是Q对时间做偏文分 这代表局部地区Q的变化就是这一项 因为从准地软位温方程里面 告诉我们 局部变化项加上频流项要等于0 所以这个局部的Q的变化 一定是来自于位温的频流 就是这一项 利用这个方程式呢 我们只要给予适当的边界条件 通常我们挑的边界条件 就是在1000毫巴的地方 压力在1000毫巴的地方 我们让它垂直速度是等于0 意思就是在地面的时候不会有垂直运动 那我们给了这边界条件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准地转位温方程呢 去预报重力位 因为Q跟重力位的空间分布有很好的相关性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来预报重力位的变化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